全台哪里有钱人大爆发 就是这新竹县 不仅实力超过被称之为天龙国的台北 根据统计 竹北市中兴里110年度的众所税收据 又比往年更狂了 光是新竹县平均年收入超过200万的林里 新增4个从5个变9个 每年冠军的中兴里293万 路场里282.1万 东坪里281.4万 另外宝山乡的三丰春也挤进排行榜 中兴里甚至比109年度的239.6万 增加了数十万 听到这数字 让不少上班族都好羡慕 好像搬来这附近就可以财富自由 因为毕竟我们的那个通膨也逐渐提高 所以相对的薪资 大家好像说部长 不过大家很努力的工作 所以老板可能也看见大家的努力 所以也给大家加薪 这几个林里都是在竹科附近 相对薪资高收入高 另外首度几近的宝山乡三丰春 听起来好像比较郊区一点 其实这里有不少别墅区 像是联电荣誉董事宣明志 还有园区的高阶主管 近来都在这置产 再加上人口数少拉高了平均收入 大概科技新贵跟我们的原始的住民农民 大概是人口数大概一半 多多少少他们还会有做一些额外的投资 那在投资上面会有一些战获 除了股票市场之外 那另外在不动产的表现上面 其实新竹也非常的强势 只是什么都涨 不少上班族都在哀嚎 唯独薪水没有涨 但在新竹县这附近 收入却是逐年攀升 TVBS新闻 陈世明谢伦新竹采访报道